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遊俠松鼠跟三星自選券要選誰的問題 先從遊俠松鼠開始吧 常駐角色 中衛破防兼輸出 1技能對前方範圍790內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並中幅度降低物防 然後自身行動特大變慢 距離來說是行動速度剩下0.33倍 持續180秒 松鼠真的是松鼠到一個不行 這個1技開場就會施放 然後整場只會放這一次 然後放完他就整個不想動了 直接變成松鼠模式開始偷懶 接著是2技能 對前方範圍790內的敵人造成小幅度物理傷害 跟小幅度降低物防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物理攻擊力 最後是UB 因為這個角色我日版沒有 所以沒有動畫可以看 UB效果是對前方範圍790內的敵人造成中幅度 速度物理傷害 並小幅度降低物防 這個角色三招都是範圍傷害跟降防 是一個比較偏向競技場的角色 可惜實在太松鼠了 行動太慢 一技放完就不想動了 所以現在評價非常慘 目前AFMEDIA給這個角色綜合評價 B 競技場B 戰隊戰A 露娜塔B 反正就是很倉管 松鼠可以在倉庫直接睡好睡滿啦 玩家則是可以鑽石存起來 除非鑽石很多或是非常有愛 不然我是不太建議抽這個角色 好啦 看完倉管松鼠以後 來看一下三星自選券要怎麼選吧 先講一下750值不值的問題 基本上750可以買到一個指定的自選常駐角色 跟其他課金項目比起來算是非常便宜了 只要願意花錢在公主連結上 那我是覺得都可以買 那就接著來看 要買的話 到底要買誰呢 目前台本玩家比較有可能遇到的問題是 8月3號要開EX3 EX3非常吃角色池 少的角色太多很有可能會打不過 所以我是覺得可以優先考慮EX3需要用的角色 OK 那現在畫面上這個表格是我自己整理出來 在那堆常駐角色裡可以考慮買的角色們 然後那些評價是我個人的評價 第一個角色 很大的依序老師 六星老師是競技場蠻不錯的角色 在進攻跟防守的表現都不錯 日版現在1v1還是有些人會使用六星老師來做防守 那老師主要的問題是培養難度過高 是戰隊幣 如果想要省一些戰隊幣是可以考慮買老師的 第二個角色 對不起優衣大將軍 月月 競技場沒什麼用 但在戰隊戰有一些上場機會 以前是人權角色 但後續上場機會會越來越少 這個角色現在比較沒有這麼推薦買了 第三個角色是霞 競技場進攻很強 戰隊戰也常常要配合新年黑貓出場 是三星常駐裡很重要的角色之一 但霞早就在Hard關卡可以刷了 然後七八月又都有Hard關卡三倍 就算抽不到 只要重置一下 不用花多少資源就可以直接換出來了 霞雖然很強 但是取得太容易了 所以不是很推薦買 沒有的話就三倍的時候重置刷就好 第四個角色 查班生B 競技場沒什麼用 戰隊戰四階段的時候有時候會被抓上場當破防工具人 尤其是多目標的時候 查班生B戰隊戰是有一些上場機會的 但這個角色幾乎所有戰隊戰刀三星就可以使用了 而查班生B因為輸出很低 三星跟五星的輸出差距也不大 然後Hard關卡就可以刷碎片了 跟霞差不多 就算抽不到 三倍重置一下就可以換出來了 也不像其他角色需要五星滿專那麼多碎片 所以不建議買 沒有這個角色刷Hard關卡就可以啦 這個角色差不多三星就夠用了 第二個角色 萬聖美美 萬聖美美是新手區競技場的神 差不多在一百等以前是各種秒殺對面 如果是不到一百等的新手是還蠻推薦買美美來玩的 而對於滿等玩家來說 競技場偶爾有一些上場機會 戰隊戰打多目標王的時候也有時候會用到 但用最多的應該還是在地下城EX3的部分 在地下城EX3裡 美美作為一個強大的幅度角色 輸出也很亮眼 沒有萬聖美美的話EX3會難打不少 加上目前萬聖美美還不能在Hard關卡刷碎片 所以如果到時候EX3卻萬聖美美打不贏的玩家來說 我是還蠻推薦買萬聖美美的 第六角色 這次新增的魔法少女霞 是競技場長期的人權角色 我簡單說一下魔法少女霞為什麼在競技場會很煩 一技能中幅度降低敵方TP最高角色的TP 二技能以最遠敵方為中心 束縛範圍內的敵人讓他們行動不能 霞競技場一進場 開場就是施放二技能 在實戰中有非常驚人的效果 像是可以中斷對面泳裝咲戀開場全隊補TP的效果 以及日服泳裝七七香開場會大幅度降低敵方全體的魔法防禦 這招也會被魔法少女霞的捆綁給中斷 UB效果是對敵方全體造成中幅度魔法傷害並小幅度降低TP 現在日服1V防守隊伍是滿坑滿谷的魔法少女霞 每一放魔法少女霞的隊伍基本上都可以無腦用七七香法隊給拆掉 用物理隊配合泳裝咲戀也是無腦拆 反正魔法少女霞競技場就非常強 而且是長期的人權 短期內都不用擔心過期的問題 而且日版到目前為止 碎片都沒有任何方式可以取得 對於競技場玩家來說 三星四選卷 我是強烈建議第一優先買魔法少女霞 第七個角色 安 在上個月專武實裝後 在戰隊戰跟競技場都有不少上場機會 是目前三星常駐裡非常實用的角色 由於專武屬性又是TP上升又是TP減輕的 所以這個角色要用最好要五星滿專武 所以需要非常大量的記憶碎片 如果距離五星滿專武非常遙遠的 是也可以考慮買三星券來補一下碎片 第八個角色 大里巴龍 古蕾亞跟安差不多 專武後也是多了不少上場機會 但上場機會沒有安那麼多就是了 主要是用在EX3還有戰隊戰的多目標王 如果碎片真的缺很大 是可以考慮買自選券來補碎片 如果缺口沒那麼大 三倍期間重置一下就好 第九個角色 江戶妮諾 應該是這個月或是下個月會出專武 專武後的江戶妮諾輸出會變很驚人 降防的數值也會提升 單純以機體數值來說跟克總差不多 只差在不會無敵而已 戰隊戰多了不少的上場機會 江戶妮諾要在四階段上場 最後還是要五星滿專武 所以碎片用量非常的驚人 如果碎片缺很多的 可以考慮用自選券來補碎片 但缺口不大的話在三倍期間重置就好啦 第十個角色 江戶空花 預計是在八月或九月時裝專武 專武後的一技會大幅提升我方所有角色的魔攻 中幅提升我方所有角色的魔爆跟行動速度 成為競技場不錯的防守角色 戰隊戰也偶爾會有上場機會 由於是坦克 競技場要用的話最好是五星滿專武 所以碎片用量也很大 很缺的話可以考慮用自選券來補碎片 沒缺那麼多的話就在三倍期間重置刷吧 最後是露娜 一個戰隊戰跟競技場都有不少上場機會的角色 在戰隊戰主要是當新年黑貓的工具人 補新年黑貓TP 競技場的話則是幫其他輸出角色來充電用的 露娜算是常駐角色中綜合評價最高的角色 也是最常會用到的角色 如果有要打新年黑貓刀 又喜歡打競技場的話 很推薦買露娜 好啦 最後來個懶人包 對於競技場玩家來說 首先推薦魔法少女俠 再來是露娜 接下來就看自己的需要囉 而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首先推薦露娜 再來是萬聖美美跟俠 剩下的就看自己的需要啦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